台湾问题对于中国来说 是核心利益当中的核心 所以中国没有任何的回旋余地 实际上从2011年的11月份 中美两国元首视频会晤的时候 拜登就已经提出来不支持台独 那么拜登在此之后不断地再重复 这样几条政策原则 也强调美国要一个中国的政策 两国元首之间的这次会晤 再一次提到了台湾问题 那么也显示双方都意识到 台湾问题对于两国关系稳定的重要性 台湾问题也是中美关系 稳定发展的一个基础 这个问题处理不好的话 远远要比经贸关系 或者其他领域的关系 对中美关系的伤害更大 我想这次两国元首会晤 进一步地去谈论这样一个问题 对于双方的认知更加明确了